接下来介绍一下R6 6公斤的一款烘焙机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控制面板 在控制面板上可以看到 斗温的显示和排风温度的显示 然后是熄火的暴击 时间及时开关 启动加热冷却和搅拌开关 这是控制压力的压力表 这是控制起压的微调阀 通过这个微调阀来控制火力 然后通过气压表来显示火力 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运行的状态 机器正在运转 在启动的状态下 工作风机和内锅是转动的 然后照明灯也开始亮了 可以看到里边内锅转动的情况 那么我们按下点火键 现在我们已经点火了 按下点火键之后 我们把火力调到1.5千帕 可以看下它温度上升的情况 然后通过这里可以看到燃烧 是燃烧的一个状况 封门是用来控制排风量大小的 那么转动封门可以控制排风的大小 我们可以给它关到0 然后也可以给它全快 我们现在目前是调到5 这个拉杆是控制豆门开关的 打开就开始下豆 然后关上 然后这是取样勺 通过这里来取样 取样勺容量非常大 一次取样可以够以备测 这是下豆的一个推门 往上推之后呢 咖啡豆会落到内锅里面 现在有咖啡豆 我们暂时还没有开始烘焙 然后它是一个自动下滑的一个设计 在手不推的情况下 它会自动关闭 这样避免烘焙失误操作 在点火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风门关到0 这样它点火会更加顺畅 然后点火完成之后 再给它归位 我们现在开始烘焙 现在已经到了180度 我们是计划在190度下豆 现在手机的APP已经连接上电脑了 已经连接上了 好 我们开始下豆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记录 因为现在一个手拿着相机在拍摄 所以呢 有点来不及 那么如果是只操作的话 可以一手拿手机 一手操作烘焙机会比较方便 现在的时间呢 是在47秒 50秒左右 能处于一个回温的状态 那么我们一会儿是计划用1.5千帕的火力 和50的封门 来完成这一次的烘焙 这个火力可能会有点小 如果一会儿温身比较慢的话 我们会给它调大 可以看到回温点是落在了90度左右 那么在软件上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记录 现在的封门我们是开的是50 我们在软件上记录 火力是1.5千帕 我们同样给它做一个记录 看到软件上正在计算温身 因为刚才是处于一个火源点 所以现在计算的温身是零 我们来看一下烘焙炉中豆子的一个情况 现在时间是两分半 我们可以看一下记录的一个曲线 像R26使用的是一个双层内锅的设计 然后燃烧室和内锅的整个燃烧架构是欧式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温度参数的情况 豆温是124度 排风温度是172度 也就是说排风温度比豆温要高将近50度左右 那么这个参数也反映了它的一个热传递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款设备的主要热传递是通过热风 通过热风来吹动咖啡豆 给它做一个加热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整个的咖啡豆是被包裹在热能当中的 而不是靠单面接触内锅来接触热量 这样的话烘焙之后的均匀度会好很多 那么同时通过使用双层内锅的设计呢 它的燃烧的火焰是直接接触外表层 内锅的外表的外层 那么内层呢是不直接接触火焰的 中间的一个空心夹层 也可以避免那个外层的热量直接传递到内层 从而避免了豆表烫伤的一个风险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分钟 温度已上升到152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风平曲线 然后咖啡豆表面的颜色呢已经开始变黄 可以看到因为烘焙的豆量比较大 所以许阳勺呢在轻微的晃动被咖啡豆撞击 一次许阳非常丰满 这一次的许阳量可以做一次悲测 这也是我们设计当中着重考虑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型的烘焙机要在尽量少的一个测试的情况下 获得更多的烘焙数据 取氧勺我们给它设计的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果 那么它的大容量通过增大取氧勺容量 我们可以用取氧勺一次取氧来获得足够悲测的一个量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谈话过程中 咖啡豆表面的颜色已经变得更深了 现在是7分钟 温度是163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水线的一个情况 温度是8分钟 现在时间是8分钟 可以看到曲线正在逐渐的变得平滑 封门我们一直维持在5 然后通过这里可以看到 燃烧的情况 现在的时间呢 是接近到第10分钟 9分50秒 温度是182.7度 可以看一下曲线的情况 曲线对焦需要一些时间 我慢慢的给它对焦 好了 然后咖啡豆 已经处于一爆前期 颜色已经非常的深了 它们正在如中快速的转动 现在温度点已经快一爆了 我们通过取热烧来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等待它一爆开始 目前的温度是到了192度 11分钟 可以通过曲线看一下它的温度变化的情况 现在温度有点开始往上扬 好 现在开始听到有细微的一爆的声音了 类似爆米花的声音 逐温度变得密集 逐渐的变得密集 我们这次烘培的是6公斤 排烟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排烟的一个情况 现在是一爆 那么在我自己可以看到一些烟 在镜头里面可能不是特别的明显 现在已经进入一爆密集的状态了 温度呢是在202度 我们看一下它曲线的情况 到了一爆之后呢 可以明显的看到咖啡豆放热之后 保持曲线的一个波动 同样在软件上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记录 一爆 我们记得不太及时 马上要点一爆结束了 刚才完成脱水我没有记录 好了 现在一爆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那么我们继续烘培 等待二爆开始 我们刚才的烘培过程中一直没有调节过封门 也没有调节过火力 接下来等待二爆开始 现在的时间是13分2030秒 温度是216度 二爆马上就要开始了 同样我们这次会烘培到二爆结束 那么烟量应该会非常可观 好 现在二爆已经开始了 听到有细微的声音 可以通过取样勺看一下 现在二爆已经开始了 现在二爆已经开始了 木材燃烧的声音现在是 非常的密集 现在已经进入到二爆密集的状态 那么温度是在两百多度 我们点在软件上记录一下 温度是230度 时间是在14分35秒 现在二爆密集的状态已经过去了 目前是接近二爆的尾声 可以看到二爆的烟雾就非常的大了 这是二爆密集之后的一个排烟情况 好了 二爆结束了 我们准备下痘了 我们在这上面做一个击步 出锅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二爆结束之后的一个咖啡豆 我们把火关掉 然后在软件上完成记录 这一条烘焙曲线就完成了 因为没有调节火力和封门 所以在二爆出锅前的温身非常的快 在打开冷却一分钟到两分钟之间 已经彻底完成冷却了 冷却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是二爆结束的咖啡豆 所以烘得非常的深 表面全部都是油 超约的 blessing 虽然 Está rash